咱们继续讲民间手抄本 红方采用先人指路 黑方应用中炮 下面如果对挺足 致马也活通自己的马路 这是第一种选择 红方抢先量居 外马有风局 黑方一看 红方的中路是单马保护 就盘旋而出 准备抢空头 黑方直居都出不来 只能是横居 红方就高居 准备杀足袋想抽炮 然后 开出另局 黑方霸王居准备一亿待老 但是红方双居所内 要砍几室 只能补一手 在高居通过桌 调整居位 然后 尾马进墙 黑方一看 正好 出局 先手着炮 对不对 红方进炮 准备打足袋起了 干掉这个炮 当然 镜像也没用 因为打了 是叫杀 这个炮 比杜鹅还远 所以 黑方抓紧平降 断根 还捉炮 黑方高居宝炮 红方平炮 准备开路 一旦平居 老将还回不去 老将还回不去 先不强中路 照头一棒子 这样老将 还能回家 下面 双居 铁门栓 黑方无奈 只能 平炮 解杀 下面谁要是 杀炮 我给他没有玩 而是平居 继续 要杀 黑光 不管是 进向 还是退居 都是一招 毙命 好 板门回到节点 黑方一和 已 挺足 影响 出居效率 所以改成 上马 下面红方 浸泡 瞄准中路 在 起横居 黑方一看 浸泡 准备 压马 搂底巷 黑方 黑方鞠 站立后 拥有禁鞠 捉双的手段 所以 红方 要进尸 然后 巡河鞠 准备上马 因为一旦 上马 你拉不住 人家踏兵 踏鞠 所以 红方的 巨 只能高起来 公园 藏龙 卧虎 大爷 威震 霸方 对 巨 妙不可言 因为你 交换 人家马 正好 盘出来 你要是 平巨 压马 人家 打兵 打巨 都是 黑方 反先占优 那 这个局面 红方怎么办呢 民间 手抄北 号称野路子 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傻招 直接 打足 带着想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我反江 带西朗 对吧 你要硬江啊 红方的双鞠 都无根 黑方的双鞠 都有根 但是 这个鞠 得马扣 所以黑方 必然是 杀类鞠 交换 交换以后 鞠还 捉着炮 黑方 爽的 不要不要的 公元大爷 说话了 红方 走的 什么玩意 两个鞠 都整丢了 还下个毛线 对不对 下面 平炮 准备上马 抽鞠 黑方 仅此一招 再上马 当然 这个时候 黑方 不能电炮 为什么呢 因为 打死鞠 虽然 黑方 可以平鞠 你的炮 打不起来 但是 干掉马 这个鞠 跑不了 所以 当前局面 只能是 电鞠 红方 上马 就登鞠 要是进鞠 红方 退炮 这个鞠 就被锁死了 所以 必然退鞠 要保留鞠的活动空间 红方 进兵 准备来欺负 这个大鞠 所以 必须 干掉 然后 退马 登鞠 进马 登炮 再退炮 一锁 这个鞠 就没有了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所以 黑方 无奈 只能含泪 砍炮 下面 小卒 老金贵了 进马 一江 再江 然后 回马 进江 老将 动不了 只能 进江 再进马 再江 马 空着个点 下面 回马 一江 老将 还是不能动 只能 再进江 双江 黑方 都是单向 选择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下 山 下